另外伊朗总统埃哈迈迪内贾德将在联合国有关核不扩散条约会议的开幕式上发表讲话 为伊朗发展核项目进行辩护 埃哈迈迪内贾德星期一凌晨抵达纽约 预计他将提出修改条约的提议 并且嘲讽由美国领导的对进行浓缩游的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的努力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星期天表示 伊朗领导人埃哈迈迪内贾德将企图把关注焦点从伊朗没有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的问题上转移开来 克林顿也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星期一会议开幕时发言